您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 我是主播张庆林 在早安新闻的十分钟早报 十分钟时间我们快速来了解一下 台湾今天各报的一个新闻焦点 今天星期一 报纸的这个焦点不尽相同 不过世足赛的这个暴冷的消息呢 其实今天在报纸当中 大概都有些琢磨了 其中在苹果日报的头版头条提到的是 威猛十年 C罗跟梅西是同日遭到淘汰 而葡萄牙呢 跟这个阿根廷呢 在淘汰赛当中呢 都出局之后呢 也看到C罗跟梅西的时代 大概宣告结束了 在四年之后 也很难看到他们并肩角逐了 今天在苹果日报 头版头条是这则报道 好那么今天清晨的这个 凌晨的最新消息 见中文时报的 头版二体又谈到PK大战啊 所提到的是 俄罗斯踢走西班牙的这场比赛 也是大爆冷门了 那么门这样守住了 西班牙这边的PK球 所以最后由俄罗斯晋级了八强 这个结局呢 其实也让朋友们觉得非常的意外 那么刚刚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 另外一场 今天凌晨的PK大战啊 是呃 这边 由 克罗安西亚击败了丹麦队 所以俄罗斯接下来要对上的 就是克罗安西亚了 今天在世足赛的赛事方面 中国时报今天呢 也提到了另外一场 大家关注的大战 晚上十点钟呢 墨西哥要对巴西队啊 当然这两队在过去的交手 巴西队似乎是稍微占上风的 但是球是圆的 所以到底这场比赛 这势必要PK掉一位 那么到底是 谁能够晋级八强呢 今天晚上的十点钟 有精彩的赛事 中国时报今天在头版头条 有台派 美国代理亚太助亲 董云赏在七月底要退休 那么这个消息 接下来说他可能接任的人选 包括了博明跟史威福特 那么接户人的呼声是非常高的 他们可能会接任助亲 而多属于有台派 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影响呢 见中国时报在内野A3 有整个版面的报道 提到的是 美国的东亚政策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地缘政治角力时代的一个来临 对大陆的鹰派似乎出头 而董云赏呢 现在中国时报说 是遭到被退休的一个情况 联邦今天头版头条说 这个在健保起富方面 七月份开始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从今天开始 习惯到大医院去看病的民众 恐他得面对到 医生征询说 你愿不愿意转到诊所去看病呢 这项变革 是因为健保署为了落实转整 要求区域级以上的大型医院 每年要减少百分之二 那么五年要减少百分之十的门诊量 否则呢 就不会给付相关的健保费 对这项措施呢 在医界的看法不尽相同 有人说这是健保费断头 有助于落实转整 但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有临床医生就说 医学门诊这边呢 减量在医学中心来说 是不可能的 因为超量不给付的损失 恐怕是低于减量的一个损失 那么病患方面是担心说 诊所的医疗品质 所以似乎是对于这种 转诊的新制度也不太埋单 好在这个联合报的内容当中 也谈到说 这个医学中心门诊减量 每年可能会影响到143万人次 北部的医生就说 劝退病患恐怕难度会非常高 病人的新生就是说 要我们转诊 但是也要帮我们找个好医生 我们才敢转到别的地方去看病 医改会则表示说 减量的话应该要减的是轻症病人 所以这接下来后续恐怕 还有值得来探讨的地方 联报同个版面提到的是 这个高龄化的社会 那么失智症的一个情况 也越来越严重了 专家就说因为高龄 所以失智率就高 像是他们提到的一个例子 有一个70岁的失智 照顾93岁的失智老妈妈 70岁其实也算是长者了 所以说真的是快没命了 但是说我不能够倒下来 不然妈妈怎么办呢 这个女儿呢 她是情作笔记 努力的参与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延缓自己的退化 才能够照顾老母亲 而且在国内来说 社会团体也直言说 在国内这种照顾资源 真的是少得要死 所以这些家庭也是独立的承担 就要谈到这天伦悲歌了 中国时报今天那夜说 这边有一个哥哥 他闷死了重症妹妹 然后自杀 他不闷父母亲 长期照顾妹妹 所以趁父母亲在出游的时候 后来行凶闷死了自己的一个妹妹 然后自己在自杀身亡 那么他也留了这个简讯设定好 之后发出来的简讯告诉家人 说他把妹妹带走的这个消息 联合报跟中国时报间 对于这个年改的消息 都有比较大篇幅的报道 请问就联合报的头版二题说 退伍军人刷存折 但是傻眼了 说好的十年逐步调降呢 在之前说这个十年逐步调降 但是发现说 这次一次就少了几千块钱 甚至上万块钱呢 国防部的官员就解释说 这是因为优存利息 改到每个月一号开始起算之外呢 过去这个军官的 补足退除挤的跟差额 还有这个月补偿金呢 也在这波修法当中 其实一并都被取消 或者是一次结清了 所以才会出现说 降幅超乎预期的一个情况 翻到那页当中说 这退缝扣多 也有的是钱冒出来 比较多 有人账户多了28万块钱呢 那么不满加倍了 不止处分书记错 入账的钱也搞乌龙吗 所以今天这个联合报就说 看问题失误多 巧门多 怨气多 匆匆促促的上路啊 这耗损了大家的信心成本 蔡英文总统 昨天倒是说 感谢军公教的体谅啊 零万亿是说 年金的破产隐性被拿掉 说大家要体谅一下 这个人事小 国家的健全发展 事情是比较大的 好在自由时报 头半头条说 香港这边的七一大游行 拒绝香港沦陷的消息 有五万多人走上街头 希望能够结束一党专政 倒是联合报说呢 看到了七一游行 港府首次批 不尊重一国 那么五万人参与 表达他们的诉求 特首则是强调说 绝对不容许触碰到 国家的底线 自由时报的头版二题 谈到中国势力直驱 美国的后院 而美联台抗中 情报合作 最近有升级的一个情况 好大学指考的消息 昨天是自然组上场 在苹果日报那页说 指考竟然有人 带计算机进去 这一科呢 当然是零分计算了 另外提到了物理的考题 是九年来最难的 联合报今天那页 也提到了物理考题 飞选出现了大魔王 这九年来最难的物理 那么倒是在化学方面 所难易适中 像是汽水怎么制作 化学叫做平易近人 生物呢 难度偏高 图表的题目 占了一半左右 生物其实是考 大家的阅读能力嘛 另外呢 今天考的几个科目 包括首次不考作文 国文提多 要注意时间 天气方面 今天还是要小心防晒 这是对于考生的一个提醒 财经焦点方面 今天经济日报 头版头条 瑞幸的最新报告 解析资金动向 台股四多可以加码 另外呢 蓬勃预测全球 二十二大央行的决策动向 美英九国将会升息 中国方面是松紧 冰静 联合报 今天那夜谈到了税务黑名单 我们现在挤付到欧洲这边来说明 还有这五十一亿蝉联欠税的最大咖 黄润中家族 有三个进了欠税的前五名 工商时报 头版头条 说金成盈 那么并安太盈 现在有谱的消息 是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 网报的头版消息 提到了能源战略大陆破美国的封锁 辟北极斯路通中东的油管 要比美英之间的一个纠缠 自由时报的财经方面 有称不过低 过低的买气 小建案现在频频抱有法拍的一个情况 不提到说这住宅的余放比连生 但是不至于有断头的一个情况 好 卡管案没完没了 苹果日报说金管会现在杠上了教育部 主要就是因为两大部会 上周看了一场协调会 双方旗舰在产学合作契约 教育部认为说 会提名同意韩时候 就得承诺要签 但是金管会态度表流 认为说这么做是挚爱难行 联报谈到了中研院院士的晚宴 管中敏跟吴茂坤 这两个人都没有露面 好 在自由时报的头版当中提到 一个通气犯 谎帽弟弟的身份还瞒过了 这个警方 检方跟法院方面 不最后呢 还是他的身份被破了光 好 这就是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的内容 待会我会把相关的内容上传到 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 还有脸书上面 晚期的朋友 您还可以回来随选收听跟分享 另外欢迎对我的脸书 中广新闻主播张庆林按赞 给我些加油打气 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您的收听 拜拜 早上